臺灣九合一地方選舉選情火熱 這場選舉不僅是臺灣人心目中的大事 也吸引了大陸人的關注 這其中 有的大陸人甚至乾脆跨海來到臺灣官選 來親身體驗中國大陸所沒有的民主選舉全民參與 24號 臺灣九合一地方選舉進行了投票、開票 選舉結果顯示 現任執政黨、民進黨受到挫敗 國民黨獲勝 本次臺灣公職人員選舉各地選情一直火熱 臺灣人積極參與到選舉中來 用自己手中的選票來行使權力 監督政府的執政 這場選舉也在中共一黨專政之下的中國大陸 引起很大關注 一些有條件的大陸人甚至自掏腰包到臺灣旅遊 直接官選 親身體驗臺灣的民主氛圍 旧亞洲電臺報導 來自浙江的徐其鴻到臺灣後 一路從臺北追到高雄 哪裡場子熱 就往哪裡跑 在他眼裡 臺灣選舉就像是一個政治家年華 包括競選總部是什麼樣子 怎麼樣助選造勢等等都很有趣很好看 徐其鴻表示 因為在中國大陸看不到這些 所以就到臺灣來看 徐其鴻從臺灣地方選舉中看到了 公民參與和民主價值 他說 這個選舉真正是老百姓來做主 四年的時間 你做得好你就做 做不好就下臺 周曙光曾被外國媒體形容為 中國公民記者第一人 經常就中國大陸的敏感議題發生 目前 身為臺灣人女婿的她 已經定居臺灣花蓮五年多 獲得了臺灣身份證 第一次有了投票權 周曙光還主動報名 參加了24號的現場監票工作 在網絡上 他向網友們共享了相關照片 和視頻等 臺灣這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 是民進黨蔡英文政府上臺後的 第一次全國性選舉 也是2020年1月總統大選的前哨戰 本次選舉涉及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 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與區民代表 村長和里長共9類公職人員 此外 今年臺灣的全民公投 與九合一選舉同時投票 民眾對涉及環保、婚姻等10項提案 進行直接投票表決 臺灣九合一選舉也讓一些大陸留學生被趕新奇 來自福建廈的原姓學生是第一次經歷臺灣選舉 他表示 臺灣九合一選舉也讓一些大陸留學生被趕新奇 大街上有很多宣傳旗幟 還有宣傳車 感覺很新鮮 一位姓蕭的學生則表示 臺灣的選舉文化讓他打開眼界 是全民參與的選舉 初步結果顯示 本次九合一選舉在全臺22個縣市中 民進黨僅拿下6個 相較於4年前的13縣市執政 可謂遭遇挫敗 臺灣總統、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24號晚間舉行記者會 宣布辭去民進黨主席為敗選負責 國民黨主席吳敦儀則向選民鞠躬致謝 並期望當選人到任後 一定要造福人民